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4月28日 星期三 這一節要跟大家說說國情問題 大陸習近平極力推動的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這是習近平重點的一個政績之一 去年他宣布 全中國的貧困園正式脫貧 宣布之後 所有的貧困園 無論你是怎樣貧窮也好 你也即時脫貧 你不脫貧也要脫貧 這件事 其實只有中國才會做 意思就是 好像我們說過之前 我們說過這個 四大國有銀行一樣 四大國有銀行 當時上市 全部有很多壞帳 所以他為了應對四大國有銀行 成立四大的 不良資產管理公司 就吃了這四大國有銀行的壞帳 所以 四大國有銀行 全部就變成清白之軀 由一個60歲的老舉 變成一個16歲的少女 他重新 把 發了一個身份證 當他再出來 接客的時候 說客人想彈中 但是當官方 即時 拿他的身份證出來看 他這個明明是一個16歲的少女 你如果 不接受 你 就是 叛國 違反國家安全法 那麽好 嫖客乖乖就范 唯有 接受吧 當然了 去到延長 他可能就要付錢的那一季 16歲的少女 你坐在那裏 你喜歡做甚麼都好 一個小時之後我出去了 這個 情況 不是開玩笑 中國 就是這樣 我們看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之下 中國還有大量的地方 是很貧困的 而這次的主角 竟然是 中國的喉舌 央視 央視的記者 到處去採訪 這次揭發了出來 竟然是習近平的老巢 陝西 陝西省 有一個很窮的縣 宣佈了脫貧 在2020年宣佈 近日央視就爆出 他去走訪當地 陝西省洛南縣 寧口鎮 央視就報道了 扶貧官員為了應付長官的脫貧檢查 將各村落的五保湖 集中安置 但是安置的地點 連水也沒有 而且要等到脫貧檢查之後 保護這些人的生活也沒有人關心 他們還要用錢請人 把水打去 水打去他那裏 否則沒有水用 聽到這些消息 其實真的覺得 很令人難以自信 他們本身已經是很慘的了 家庭 收入也很低 社會也保障不了他們 政府有一點保障 誰知道最終 搞到他們比支持更差 我們繼續分析下去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堅持聲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痛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還有後備星期二日報 當然主頻道也要啦 因為主頻道在我們的 被人打銀這一個月裏面 基本上是跌了三四千個訂閱 由最高的355,000訂閱 現在跌到351,000多 跌了三千訂閱 我們由於被人 長期打壓 收入也大減了 以前我們的view 有三十多萬訂閱 十幾二十萬 現在主頻道最厲害有十幾萬 差的只有兩萬 跟我們以往相差 我們在後備頻道 做了 接近一個月廣播 我們有1180萬的view 當然跟以前主頻道有三千萬view 當然是差好遠 只剩下四成 當然收入也大減了 希望大家可以幫我們點擊多些廣告 兩個頻道一起點擊 多謝大家 因為我們現在明白 目前的經濟狀況 很多朋友失業 很多我們的聽眾 在經濟環境之下也不是那麼好 我們是明白的 我們其實這一年 從去年疫情開始 我們也強調 這個月費不是我們最主要的目的 大家幫我們用免費模式點擊廣告 我們就夠了 我們繼續報導這個新聞 讀完新聞再跟大家分析 陝西省政府 遭到五保護的指控 陝西省水利局 不單止拒絕作出回應 還搶走央視記者的手機 當地官員質問記者 是誰派你來的 你是受甚麼人指示的 這件事 引發輿論評擊 甚至一度上了微博熱手 這是 根據外媒的報導 陝西省事件 陝西省事件 只是 脫貧造假的冰山一角 對中國的民眾來說 大家都很清楚 只是跟政治操作有關 所有東西都會很急攻近你 透過龍虛造假完成 扶貧 說真的 就是指標做了 實際是辦不到 中國共產黨最厲害就是下達命令 要你立指標 要你立指標 說了指標 你一定要做到 當年 大家知道反右是怎麼做的嗎 當年老母只是 說了一句說話 右派究竟有多少人呢 估計有5% 這句說話就成為全國捉右派的指標 一條村 有一千人 要捉5%的右派 即是50個 少於50個 他就不達標 不達標就意味著有機會被人扣公分 有機會他們升遷出現問題 甚至乎會隔職 所以 每個人都要用這個指標 就會亂拘捕人 明明不是右派 就當你是右派 會出現很多冤架錯案 強硬來 最經典的就是有個很年輕的年輕 他就為了完成指標 因為不夠 只差一個人 他也是小地方 只有400人 要捉20個右派 最終只有捉了19個 怎麼辦呢 只差一個人 他就把自己的名字寫下去 那就完成指標 結果 他的悲慘一生就開始了 他被人困在牛排 在文革的時候 右派被人打倒了 接著 被人開除黨籍 受罪一切折磨 到了文革的時候 又混入牛排 因為大學生讀過書 就當你是知識分子 最終 冤死在肉裏 這些情況 大陸也不是冰山一角 是 遍地也發生這些事情 好了 繼續說回扶貧這個問題 央視 既然 這樣去報導這件事 對於習近平來說 是不是很沒面子 陝西省這個事件 這個簡直是習近平的老家 央視記者竟然是習近平的老家 踢爆他在假扶貧 不論 這個是不是習近平親自指揮 親自領導 親自部署 但是下面的人 這次就幫習近平 出了一個大醜 而央視 在報導這件事之前 大家想想 他們有沒有 後面有沒有後台 現在很明顯 央視已經成為了一個反習的後台 因為他的報導 當然裏面的報導有些都是以歌頌習近平為主 但是這件事 即時使習近平說的扶貧大夢 即時壞滅 大家都知道是說謊的 因為中國這些貧困園還有很多很多很多 習近平今年2月份強調 在他領導之下 有832個貧困園全部脫貧 創下了人間奇蹟 央視即時報導這個陝西扶貧的造假問題 習近平其實執政以來搞的事 全部都失敗 連唯一可以向外標榜的只有脫貧工程 這次也被央視 即時踢爆 這個究竟是甚麼呢 這個 基本上 為甚麼中國的媒體 會 報導習近平的負面事件呢 因為這是他的重點政績工程 中國有所謂四個意識和兩個維護 凡是習近平重點保護的東西 媒體絕對不可以做負面的評論 和報導 這次 竟然如此 很大問題就是央視 已經是被 反習勢力 佔據了 而他 這次是 向習近平 開第一槍 也意味著中南海的權力鬥爭 是十分之激烈 習近平在接下來 想繼續連任 想繼續做下去 一定會面對很大的阻力 所以 我們認為 現在中南海 充滿腥風血雨 尤其是王岐山也蠢蠢欲動 兩個前總理 朱鎔基 溫家寶 也不斷活動 一個寫文章 一個出去 清華大學提志 提志 去訓話 對學底的訓話 大家想想 他們當中的串連 他們當中的力量有多大呢 而最近據說王滬寧被投限置散 他是否回歸他的舊老闆江澤民 因為王滬寧有三朝帝師之稱 當然帝師 抬舉他一個極左的五毛 只是個五毛頭 嚴格來說 他的水平 也未必高得過拐大富 韓愛貞 又或者聶元寺 比起王力 關鋒斥本禹 他當然是 不入樓了 不要說張春橋 姚文元的水平 一定沒有 但是 他會不會 回到他舊老闆呢 因為據說 他最近被習近平投限置散 會不會是因為這樣 站在他舊老闆江澤民 然後 呂應外合配合江澤民 配合團派力量 配合江派力量 上海幫力量 一切反習力量大團結 現在央視向習近平 開地一槍 究竟是不是這樣 這個 我們也要時間分析 這節暫時說到這裡 到這裡 拜拜